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巴嘚。 总说呀,中国是个大型的绞肉鸡,很多人呢不同意,说哪有这么惨啊。 你还别说,你要是抱着人间有真情的正能量角度,还真是看什么都能觉得感动。 这不最近,央视有两个女主持人相继辞职吗? 一个叫李思思,一个是刘芳菲。 该说不说呢,都是主持过春节联欢晚会的台柱子,也算是比较有名的人物。 十几二十载体制内的工作,突然离开央视是如此决绝,任谁都会多几分猜想。 而放眼国内娱乐圈里40岁左右年纪被放生的比比皆是,倒也是房子、钞票双丰收。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残忍里的一抹温情。 至于是不是因为站错了队所以被淘汰,还是体制内自然的更新换代,这谁都说不好。 不过这也侧面证明了,公务员的尽头是带货,甭管铁饭碗多好,最后想过得舒坦,靠的还得是底层百姓。 毕竟言而有信的故事常听,但在生活里发生的概率还是小。 这不,临仪大学的一位副教授,在学校里干了17个年头,但是因为跟她同校的丈夫工作变动, 想跳槽去985更好的学校教书,没想到自己也被单位给打包一起开除。 任谁都明白这是留人没留下也不想涨钱的报复,但是学校愣能给冠冕堂皇的表示, 说我们为了考虑到职工和家庭的和谐,一方远调,另一方也应该尽快会合,不然两地分居很容易出事情。 你看看,冠冕堂皇,又严死合缝。 更觉得是,这种做法还不是一个偶然现象,不管是国企事业单位还是私企, 但凡夫妻俩原来在一个公司一方想走的,基本都会被牵连,说的好听点是怕泄密, 实际上不过是你不让我舒坦了,你也别想舒服。 你说世道已经如此的艰难,那平时就少生气,至少保证个心绪的稳定吧,也不行,越是怂人气性越大。 这不广州今天出了起交通事故,一个开宝马的车主,不知道怎么着,看不上人家出租车了, 高速便车,跨了三个道来回,结果谁知道出租车司机经验多,秉着让速不让道的原则,愣是没往旁边掰方向盘。 反而因为顶住了宝马车的屁股,让他自己出轨,撞乔敦的上前。 差时间是烈火熊熊,这个哥们算是完全报废了。 而目睹这好莱坞大片一幕的车主们,一个个也惊魂未定,最后事故调查结果出来了, 人家出租车全路都在努力避着,谁料宝马不依不饶,最后终成惨剧,你说这都图点什么呢。 越上岁数,越得明白生活平静的不容易,遇事不能总钻牛角尖,能修的时候都修。 你看,这事咱们很多党员干部就特别理解,现在已经不流行躺平式官员了, 毕竟显得太不积极,而改成了侧卧式。 哎,新华社这个词让大家怎么理解呢,就是这部分官员吧,他累了就躺会儿,看热闹的时候仰个头。 有事儿吧,他倒也能站起来,但是更多时候是退避三社看不见人影。 比起躺平,很明显侧卧更具有欺骗性,毕竟偶尔还能传来几句有参与感但没有建设性的嗓音,让你觉得他还在呢。 而咱们央媒也说了,这种侧卧式的干部,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 不过这篇文章跟之前说很多官员是老油条的措辞类似,估计也是侧卧着写的,目的是凑数。 批评表面现象对问题的症结和忠心一笔带过,让人不禁反问啊,在众人皆罪的情况下,独醒是不是错的。 但是再看看网友的评论,发现有不少人都醒着,只有少数在装睡,你看看多缺德啊。 而中国的很多问题你别说自己人,就连被小粉红看不上的越南都看出来了。 就说这次中国足协在大连举办的邀请赛,中国踢乌兹别克斯坦,结果输了,人家评价说中国和越南一样没制造什么麻烦, 结果越南的回应,是他们不如我们,还补刀称,这么多人口的国家,足球也发展了这么多年, 理应跟巴西一样,不说经常第一那也不能太差了,但是现在你看看,海参不少吃,钱不少拿, 结果上阵还是不硬,丢人呐,太丢人了,关键是你还没法反驳,得,再看一遍,大国强盛吧。 所以说,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年别的没努力,一直在坚持糊弄宣传口呢? 就是因为实打实的做,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太难了,更不可能通过脚踏实地的完成弯道超车, 你不上手段和科技狠活是做不到的。 所以这不,中国这两天又弄什么一带一路的会议,说百十来号领导人都来了, 跟老习积极合影,呵,弄的挺众望所归的。 而在这群人里还有隔壁的亲爹普京也来助阵,就这还说不表明立场呢,都快睡一个被窝了。 当然啊,普京是极尽溢美之词,哄得老习很开心,而目的也挺单纯的,就是为了来搞钱的。 于是乎,中国跟大俄签订了史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合同,称为粮食走廊, 而总价值呢超过了1800亿,包含穀物、豆类、油类等,是个不小的数目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多薪,本身中国钱就不多,在签订好跟大俄的合同后, 国内多地陆续传出今年不收购玉米等粮食的信息。 当然啊,中央迅速辟谣,说中国规定各地不能拒收粮食,是,收是能收, 但是什么价格就不归老百姓管了,自古种地儿就没好事儿,更别提公平。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事儿都不能讲,不然动不动就伤害民族感情。 这不有个网红,坐南航的飞机,上街被飞机餐惊呆了,打开盖的是四个馒头, 一片白菜,还有一包榨菜,感觉不太够咸啊。 你说你要么不配餐饰,要么就正正经经,这一片白菜算怎么回事儿了。 后来人家公司表示,这白菜是盖住馒头的,怕热的时候糊了,你看看,还想太多了,人家这是送的。 都说现在消费降级,这速度也确实是有点快,不过这事儿呢要再闹大,估计这哥们就得出来道歉。 馒头毕竟也是主食,异苦撕甜饭吃不下去,还不是自己太矫悄。 而这事儿也奉劝了在国内的大家伙,如果不是命硬,或者有外国护照护身, 没事儿还是少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,普通人糟不住。 你看看那个成雷,要不是因为澳大利亚的身份,按间谍罪收录了都不可能再放出来, 哪还能几年后重回澳洲,跟家人团聚啊,早见阎梦了。 而你说一个经济栏目的记者,平时接触官员,描述数据,如果都是不正常的行为, 那作为一个记者,到底应该干点什么呢? 跟央媒这帮一样,没事儿就唱赞歌,创造词条,在领导面前躺平。 咱就不说别的,领导们有多少持有海外护照,还身兼要职的, 这都不算出卖国家和民族感情。就上海,那都已经先进到允许海外人员进入政府机构成为公务员了, 你说这让百姓怎么消化,是国际化还是一难平。 所以说啊,国家的政策从来都不是服务民众的,就跟这几天炒的火热的中俄免签似的, 你看小字才知道,是有邀请函跟着旅游团的才免签,不是你普通人能随便出流。 别看好处没有,单就这一条,也够把中国绑在大鹅身上一块被制裁的, 这昏招啊怎么就不断呢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如何理解新华社提出的侧卧室官员这个概念呢? 而航空公司餐给了四个馒头,这事儿算消费降级的体现吗?